也許李梅珍可以說 因為事先沒有說要問這些問題 問題是你要選市長 對於高雄市的行政區 不是應該是最基本的問題 要了解嗎 晃哥怎麼樣看 也就是說 問到這種最基本的 馬上就露餡 一問就到 那不過李梅珍也說 這個他的選情 倒吃甘蔗 那不可能 他是壞掉的甘蔗嗎 越吃越臭 就李梅珍如果連單單都 沒有賣皮蛋瘦肉之後 都不知道的話 我們怎麼去指望他 對高雄的行政區 今天不是叫你背38個區 是問你最北跟最南 李梅珍我提醒大家 李梅珍不是韓國瑜 韓國瑜是 在他選高雄市長之前 他幾乎沒有到過 沒有住過高 常住過高雄 李梅珍如果我沒錯的話 他應該在高雄住了41年 對 他在地 一高雄人 他的選區 叫左營跟男子 那你怎麼會連高雄 而且你當過三屆 到今年為止 已經做了10年的市議員 我認為當一個民意代表 特別是市議員 因為你常常在問政 即使最北跟最南的行政區 不是你的選區 可是你多多少少 對高雄最基本的了解 應該要有吧 就高雄的最北跟最南的行政區 還好王浩宇今天沒有問他說 高雄一到十 那十條路名 他如果真背不出來就糗了 這連我這個臺北人都會背 背不出來 韓國瑜當時背不出來 那連我這個臺北人都知道 如果你當十年議員 都不知道 那你要怎麼去選高雄市長 所以王浩宇問這問題 並不過分 不過分啊 我覺得 不信你等一下問葉原志 他一定知道新北的行政區 林口最西 他才當第一屆市議員 而且他的板橋又不是 又不在林口 他選區在板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市議員 該最基本 而且因為你今天你要選市長 你要選市長的 你必須對整體的高雄市 照理說要選市長的人 那個高雄市的地圖 大概都要隨時在腦海裡面 就我沒有要求說 你填空閣三十八個區 一定都填得出來 但是高雄長什麼樣 這樣子 最東邊到哪邊 最西邊到哪邊 最北邊到哪邊 最南邊到哪邊 應該心裡應該 多多少少要有個概念嘛 他竟然完全搞不清楚 那你這樣去跟選民說 你算我做起床 我不想用草包來稱呼他 可是你真的是完全沒有準備 很多人幫李梅貞叫須說 他就時間比較趕 沒有錯這個我同意 可是你有沒有在準備 你現在的李梅貞 跟他當天被宣布 提名的那天李梅貞 有什麼不一樣 看起來是差不多啊 只是鬧了更多笑話而已啊 就是以前我們不知道 他論文是抄的 現在我們知道他論文是抄的嘛 就是唯一的不同啊 其他他完全沒有準備要選市長 他不是沒有做好準備 是他完全沒有準備要選市長 而且當你已經上了這個舞台之後 人家講你上 就算你是被硬推上台的 你好歹要裝一下 裝得像一點嘛 他是連裝都不想 至少要惡補一下 他有打只是說打錯了 他的這個最北跟最南是打錯了 那表示就是說 他對高雄整體的地理 他是沒有概念 因為那個地理是一個概念 他就是完全沒有概念 那你這樣的人 你要去說你的選情叫倒吃甘蔗 現在很多年輕人朋友 不知道吃過甘蔗 可能不知道甘蔗生都什麼樣 大概甘蔗汁比較常喝 所以我覺得李梅珍 你這樣子真的是一個 非常不及格的候選人 晃哥那你怎麼看呢 因為昨天的民調顯示嘛 論文門只差了一%耶 所以呢對李梅珍來講 沒有影響嗎 也就是他的基本本 還是很穩固嗎 這個叫做一個民調各自表述 那當然有些人就只看到說 你看我的好感度 這個支持度只少了一% 沒有影響 可是你要別忘了 他的討厭度增加了12% 選舉支持度是一個指標 喜好度跟討厭度 才是更重要的指標 為什麼呢 今天我很喜歡這個候選人 就表示說 我去投票的動力會比較強 因為我很喜歡他 所以我希望他當選 那我很討厭這個候選人 會有兩種情況 一個是我一定不會去投你 另外一個是 因為我很討厭你說 我要讓你的對手當選 反而增加了投票的動力就對了 所以他的討厭度增加了12% 你說沒影響嗎 那支持度為什麼只掉1% 這其實是一個數學的比率的問題 就是說你原本支持度已經不多了 你是能再掉多少了 能掉的也有限 能掉的已經有限了 如果說你的支持度是5、60% 那可能一次會掉很多 問題是你的支持度 原本就只有20%左右 是能再掉多少 你做個人的情緒